好 各位企友大家好 2021台灣職業賽年度回顧系列 來到了第六集 前一陣子浩宏援軍大戰 深圳旭跟普廷歡 各位企友印象很深刻 他們兩位拿到台灣代表權 也都是經過一番苦戰的 我們今天就來看看 在古爾山麥杯選拔的決賽 浩宏對王賴君甫的精彩片段 齊局到這個地方 黑的這邊打了貼到 這白旗的旗行不是很好 這第一回合這個軍府是稍微站上風 好 那接下來白的拐 白旗就是要把這個走唱 那斑 由於這邊已經有一個小飛了 所以這個拐的壓的這個沒什麼成本 黑的長不了什麼木 而且白的一定要出來 這其實白旗隱形是極度的缺乏 好 那拐的斑 白的斑 黑的這時候有點想斷 那斷完的同時 白旗再打一下 再點一下 尤其是這一下 這當頭棒可是極度的一個痛苦 OK 所以現在斷可能還不是時機 好 那黑的長的時候 這個浩宏的這一步可能有一點點的稍微隨手了 就這個時候白的這個虎一個是當務之急 因為這白的氣勢非常緊的 好 那當白的壓的時候 這裡軍府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 剛才不能斷 現在多長了一下 應該是可以斷了吧 那斷了這個白旗接下來是死一手 因為絕對不能被打到這一下 被打到這一下感覺都已經快要進棺材了 所以白的一定要打這一個 好 那黑的長 那白的貼 黑的長 那白的這時候一定要出頭 那貼的時候 黑旗這時候順勢可以先斑一下 這時候再長一下 那白的再貼出來的時候黑旗壓 這樣黑旗這個戰鬥是非常非常的有力 白旗都只是在狹窄的地方一直打轉 黑旗搬到 雖然有一點混亂 但是這樣黑的更可以進一步取得優勢 取得局面的一個主動權 但這邊這個軍府有點可惜 軍府沒有選擇斷 他選擇斑了一下 反而被多壓到這一下便宜了 所以壓完之後 我這時候再回來虎 原本這個形狀黑的已經可能可以手拔了 那現在走成這樣之後 這個斷一個又變得非常嚴厲了 所以實戰軍府 還要在這個地方賭一手 好 那好 洪捐一個 那即便如此黑旗布局還是保持微弱的優勢 那接下來重點應該是上半區 這幾個旗子的一個流向方向 這幾年軍府實力 工人非常強大 但是在一些大方向的判斷上面 可能跟領先群 許浩鴻 王英軍 還是有一點點這個小小的差距 那這盤旗就是一個非常好 非常明顯的例子 現在這個局部因為這四顆旗有點薄 所以比較合理就是往這邊飛一個 我把旗子走到外面 那白的這步要下 不能被飛下去 那白的跳的時候 黑旗這邊可以先交換一步旗 那再往這邊下 把這個東西走後 那旗往寬度走面對寬闊的地方 這樣黑的局面也寬闊很主動 那這邊如果有一些子力的話 在中原的制空權占據一些優勢的話 因為接下來下面是有可能發生戰鬥的 下面發生戰鬥黑的中間也會有一些支援 那實戰軍府啊 念之在之還想要去攻擊這個白旗 但這一步旗的方向可能就有一些問題 因為被白的貼起來之後呢 黑旗自身也沒有很強 OK 就是這個時間點上面才是一個 更好的一個方向 黑的斑那白的斑 那我們常說這種形狀 如果會被白旗撲出這個形狀的話 對黑的都是不是很成功的 那現在黑的是絕對沒法斷的 這邊太破碎了 好 所以被斑的虎呢 白旗形狀其實還不錯 黑的很難進攻 所以當初這個家就有一點問題 好 那這個電腦就推薦這個時候 可能可以拐一拐 那把這個旗子給放棄呢 他還是覺得包外面重要 但還是那句老話啦 這個人的思考很難一時當中去轉彎 如果黑的會這樣下的話 那當初他就會飛這個了 OK 他就不會走完之後再把那個放棄掉 因為這個不符合一貫的一個思路 好 長 那虎呢 黑的衝 白的掌 黑的尖 白的接 黑的拐 白的斑 黑的斑 白的長 那這個是一個要點 想要去破壞這個形狀 因為你從這邊來 你如果被白旗簡單活的話 那這個就沒什麼面子了 那這邊雖然有一隻眼 但是這個一定要把它滅掉 這樣擺才有機會威脅整體的一個白旗 好 那當白的加的時候 這邊軍府在戰合之間的選擇 很像又出一些問題 黑旗比較好的下法是這個時間點反擊 頂一個頂完之後接起來 那白的接 那頂完之後就是要把它斷掉了 這吃了兩顆是非常補的 因為你不吃兩顆這邊黑的 這個渾身都是毛病吧 你把這兩顆吃了呢 腳的問題整個都迎刃而解了 好 那有得就有失嘛 然後你吃了兩顆大豐收 那相對的中間 可能這個頭就要被扳到 就要被攻死 但是其實問題也不剩 打黑旗就跳一下 那白的點黑旗就接這個 那只要白的呢 往這一帶下的話 黑旗就虎出去啊 已經可以呼吸口新鮮的空氣了 這個已經揚長而去了 所以問題也不大 那白如果打這個的話呢 我這兩顆也不一定要要了 我就在這邊蓋個空中城堡 那這個點這個還隱約的威脅這一塊 那這樣黑的 在沒有什麼損失的情況之下呢 大吃了這兩顆啊 黑旗很不錯 好 那實戰軍府呢 這邊猶豫之間呢 他沒有選擇頂 他選擇走這個 那邊靠了一下 這邊耗紅的處理啊 很不錯 旗形的處理非常的好 好 那走成這樣 讓現在白的加一下 再跳出來 各位旗友看看啊 這個腳就明顯萎縮不少 跟剛才吃兩顆相比差很大 而且這裡也遺留下很多 這個大的劫財 最後就是這邊的劫財被打爆了 好 那現在黑旗的策略 可能也還有點問題 黑的現在應該跑快一點 你只要能夠呢 把這頭給跳出來的話 是不是 因為白的這塊旗面 完全活乾淨嘛 所以頭是不能簡單的 被你蒙住的嘛 是不是 除非他要來這邊 幹一些很丟言的事情 那如果白的一直跟著黑的跳的話 黑旗的方向是比白的更有價值的 好 那實際上這個推一個呢 就顯得速度就是稍微緩慢一點 被這個耗紅這個斑連斑 那現在黑的如果要來狙擊白旗這一整塊啊 這白的這邊哪先紮進來呢 可能黑的自身更危險 白旗總是這邊還有一些活動的空間嘛 而且紮完之後黑的已經眼形都快要滅掉了 所以黑的如果現在沒法反擊的話呢 那這個貼的斑還不如一開始就是跑快一點 速度快一點 這軍府的想法可能是想說白的不敢連斑 那這樣我可以更緊湊一點 好 那實際上斑連斑 黑的長白的貼 黑的斑 那白的斷 黑的長 那白的長 一起跳 那這邊軍府接觸戰的防禦一下的不錯 這跨斷就一波好期 打字 96 97 98 99 好 100 好 那現在這一塊呢 還沒完全活 這局部有一個這個斷一個 打字 再加一個 再擠的一個變化 這邊將會形成是一個打結 最後實戰就變成這樣子 但是打這個結本身白的也還滿重的 所以黑的現在暫時可以不用先回去補這裡 現在黑的呢 最好的應對方式就是怎麼樣呢 先去狙擊白旗中間棄警的問題 這個打了一場 這個白的滿難辦的 那白的如果跳的話呢 我就衝一個 再打一個 再打一個 那這邊白的也跑不動 白的只能這樣 黑的提一下 這裡的黑旗收穫是非常豐富的 很自然已經跟這個匯合了 而且這兩顆其實已經被我給裂開了 黑的當然應該這樣下 而且這樣下的話 這個結 這個就更沒有壓力 就是說我就可以放棄一些東西 畢竟我這邊已經得了很多了 那實戰呢 軍府還是沒有掌握這個機會 OK 他往這邊去碰了一下 他想要去就是纏繞中間 利用這邊的一些餘味 但是呢 現在應該直接動手 因為你碰這個呢 會被人家已讀不回 人家不會在這邊下 人家呢 浩虹就把這邊給接住 先把這個斷一下 把這邊給接住 那黑的現在只有這樣的收穫 是遠遠不及 剛才的一個收穫的 剛才這樣打得長 直接裂開來 比這樣所得要更多 而且你現在走了這一步之後呢 讓白的緩過神來啊 變得白的要來操作了 白的現在加一下 那現在衝 黑的打 那白的衝 這一代完全都是在製造結材 因為這邊等一下呢 將會有大結的一個產生 走這個 碰一個 好黑的打 好了 萬事俱備了 準備的差不多了 把這打掉 白旗就擠進來了 那擠進來 黑旗這個也被滅掉呢 如果不掙扎的話 這塊旗是不是要死掉了 所以黑的只能往這邊打 好 19 再來再打這個 這時候白的再養肥一點 再斷一個繼續養肥 所以一開始這裡的捷庫啊 這個時候就可以派上用場 白的年 黑的蔥 白的栗 這個將是一個蠻大的一個天下大結 打支 黑的接 那白的提 那黑的第一步這個團是一個本身結 如果白的接的話 黑的打的翻 這個就死掉了 所以白的先接一個 那黑的提掉 那準備了這麼多呢 哇這尻上去啊 下一步提掉 這個全部都炸裂 這準備了很久的劫財 那總算派上用場了 好那當白的提掉之後呢 黑的全局已經沒有這麼大的劫了 黑的走什麼 走兩步棋 這白的一步黏 這個全部就死掉了嘛 是不是 而且這邊 這也都被黏起來了 對吧 所以黑的軍府 無奈之下呢 只能搬這個 那搬這個呢 浩宏劍狀已經可以了 收兵了 因為這樣先手得了十幾二十步棋 而且黑的只是從底下很痛苦的度過 那我搶到一部先手呢 再把這個大旗啊 把它收下 這樣白旗就簡單的鎖定勝局 控制局面 OK 好 那到這邊 黑的連盤面都不一定好 雖然軍府最後啊 就腳上怎麼腳啊拼啊 但是到終局也都沒有什麼明顯的機會 這個浩宏 就是不會打勺 失誤很少 這是他這個強大的一個獲勝的主因啊 好那這盤棋對軍府而言蠻可惜的 就第一個時間點應該站 沒有站 第二個時間點呢 應該從上方來 他沒有從上方來 第三個時間點呢 這邊應該吃兩顆 第四個時間點應該用飛的 用貼的速度太慢了 那最後最關鍵的是呢 往這邊靠一個是最後的敗招 應該直接打長出來 那跟實戰相比啊 這落差會非常非常大 OK 好那這盤棋浩宏贏了之後呢 緊接著在國際上面被右營的普亭環 又有精采的表現 那也期許台灣的棋手啊 這個在2022年的時候呢 在國際賽啊 能幫台灣取得更好的成績 好那今天 這個台灣職業賽年度回顧系列的第六集 我們就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拜拜